演说梦攻场,轮到我上场,我是陈凯贤,来自槟城 我的讲题是《大手牵小手》 想起李永昌导演的这部电影 正是描述孩子和母亲最纯真的爱 所谓人生如戏,你们还记得最后一次 父母牵你们的手是几时 曾经印象中的手感是否还是千年不变 又或者生活太过忙碌,忘记被安定包围的感觉是什么 当父亲蛮山地爬过月台面,两脚向上说 飞胖的身子向左围起,努力爬出来 这是朱志钦看到他父亲背影的感动 父亲买橘子给孩子是爱的表现 但是孩子眼中父亲的背影,他只能看到他想看到的 这么简单的意象,确实是最难回答的答案 那个对你生命中最亲最重要人的背影 你能看到什么?而这些感受不一定当时就能明白 随着生命的历念,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答案 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父母全部的爱 但是孩子长到后,这些无私的爱 反而变成了唠叨和烦躁 所谓的人生,不过就是你在前面等我 我在后面追你 随着时间推移,角色调换 我在前面不断地前进,你却在后面默默地关怀 直到有一天,突然我回头的时候 后面没人了 朋友们,不要再犹豫 此时此刻,用你厚实的双手牵起因为年纪而萎缩的小手 珍惜现在,你会发现,当大手牵小手的时候 这就是生命最美丽的时刻,谢谢